《D&B》 手工那塊也比較喜歡 偶然接觸到皮雕 一看也是手工累了 挺新穎 所以說一直接觸到玩到現在 流程基本上就是先用铁笔在皮子上勾勒出线条 然后用悬软雕刻刀在上面把线画出来 然后敲出不同的纹理 然后表现出它的高低起伏 深浅 就是形成一种立体感 后期就是再通过上防染 上油染 上色 体现出它整体的一个效果出来 现在做主要是机车方面 机车周边的 你看哈利 印第安 做一些便包 像这种隔着垫 主要是做这块 让更多人能知道 能了解一下关于皮雕的工艺 能带动起来 我一块做这个东西是最好的 我就是免费胶就行 对吧 免费胶